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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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提及僱用一個身上者 需要面試 面試可能需要有一些特殊的評估 這個時候其實都可以設計植物再設計 來協助 專業性的協助 這一塊也是目前已經都開放了 當然還有更多其他可能的申請時機 相關的一些 影片已經裝設好了 所以我先在這裡擦掉來看一下 兩段影片的一些介紹 可能看完影片 大家對植物再設計就會有更深刻的影響 知道植物再設計的內容 大家還可以來這裡 其他還是不行嗎 資產和工作的一個效率 那依此對老闆來講 對故族來講 其實就是一個怎麼樣 產能增加 那產能增加呢 其實這個對於故族或我們身上的來講 其實就是製造一個雙贏 雙贏的這樣的一個局面 那植物再設計 其他也有一個很重要的精神 他其實就發揮到員工作 可能要轉換工作 轉換工作 那這個也屬於是所謂的 可以這個時機可以是你植物再設計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也希望針對這個 另外一支職場如果有親意 或變更工作地點的時候 這個時候也可以申請 重複在申請 因為有時候變更場區嘛 那這個時候呢 可以身上的主要來講 可能會講現新的問題 所以我們也 朋友 那他們也提供了很多的一些設備的改裝 好 好 那我想我們今天接著職務賽設計雇主的座談會 那當然我們希望我們就是邀請我們高雄市 所有關心我們身心障礙朋友的雇主 有這個機會我們是藉著這個座談會的時間 跟我們的雇主來做雙向的座談 就是說就我們身心障礙朋友的職務賽設計這一塊 跟我們的企業主來做交換意見 那我想我們也是希望說我們身心障礙朋友在職場也好 或是要雇用我們身心障礙朋友的企業主也好 對我們身心障礙朋友一些疑慮或是需要去客戶的東西 也藉著這一次的座談會來跟他們做溝通 也要跟他們做說明事 那我問這個如果雇主請問到職務賽的朋友 是 我們職務賽設計上會有缺什麼的作為 可能職務賽的座談會 好 那我想我們也是說身心障礙朋友他帳別不同 那相對的話他可能需求也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希望藉著我們職務賽設計的這個說明會 讓我們的雇主知道說 假設我們身心障礙朋友在職場的時候 因為工作上的環境或是設備需要做適度的做調整 那我想我們也藉著職務賽設計這一個補助的角度 來跟我們企業主來做協助 譬如說假設他們因為是聽語帳的朋友他可能也聽不太到 那這個時候我們也藉著所語翻譯的協助 那這個時候我們也是希望職務賽自己的一個提供 也讓我們企業主包括我們的身心障礙朋友 在職場很順利的穩定來做就業 那同時重要的就是希望藉著職務賽設計 可以提高我們的企業主的生產力 或者說我們的品質 像這個我想都是最主要 我們在職務賽設計這方面的一個結合 是 那我們實際上的這個協助固服 改善設備的留學者的辦法 他有經理的話 就在家裡 喔好 先讓他看看 再給他看 再給他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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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實際上對固服 那我想職務賽設計 就是針對我們身心障礙朋友 在職場的環境來做調整 那包括身心障礙朋友 他的譬如說 假設他的工作上的一個輪椅也好 或是乙臟也好 或是說 這個 假設是耳機也好 等等都依照我們身心障礙朋友 在職場上 他工作上所遇到的困難跟問題 那我想我們會成立一個委員 我們本來就有一個委員會 那我們的這個審查委員會到職場 評估他們企業主跟身心障礙朋友 工作上的一個需求 那至於需求的部分 我們有一個專業的方式來做協助 那同時不管是在職場上所遇到的一些問題 包括設備也好 包括工作上的調整也好 通通做我們職務賽設計所補助的一個對象 是 那實際上有補助的方式還有金額是多少 這樣子是因為各個這個狀況是不同 所以我們大概都如果假設他這個需求上 我們是十萬塊以下的一個補助 那甚至有時候也不一定是要會用到花到錢 比如說做職務上的調整也是我們專家會委員會做一個適度的一個建議 所以一般如果假設對於這個部分有需求 或者是工作上有需要的話 我們這個補助都OK的 那同時我們每年大概這個部分 像以去年來看我們就有75件的這個補助的案件 那大小金額是大概是不一樣 因為依照我們設備的或者說依照我們工作上的需求 我們會說提供這方面 原則性是一個案子是十萬塊以下的角度來補助 是 謝謝 那個職務的申請來跟哪個單位跟你幫忙 對對對跟我們 跟博訊中心 跟博訊中心 對對對 但是我那時候我沒有提到就是說 一定要雇主提出我們身上的朋友不可以提出 對對對 所以我們才鼓勵說明雇主有這個需求 然後我們身上朋友這個必要 有這個必要 對對對 對對對 有這個必要 謝謝 感谢观看